今天下午發生了規模六點一的地震 部分地區的民眾都能夠感受到明顯搖晃 所幸是沒有發生災情 而氣象局地震中心的表示 今天今年的地震確實是比較頻繁 而這次地震距離較遠 造成陸地災害的可能性較低 不過預估未來五天之內 可能會發生規模四到五的雨震 頭頂上的吊燈不斷搖晃 五月九號下午兩點二十分左右 花蓮外海發生規模六點一的地震 持續時間超過三十秒 讓東部地區民眾十分有感 氣象局判斷這起地震 發生在靠東邊海盆邊緣 所幸距離較遠沒有災情傳出 這個地震規模六點一的這個地震 已經是今年的第五個 規模超過六的地震 整體來說 今年的地震確實是比較頻繁一些 因為它距離比較遠 所以對臺灣地區陸地上的造成的災害 的可能性還是比較低一點 此區地震相當頻繁 每年都有一次規模超過五點五的地震 而超過規模六的地震 大約兩至三年發生一次 地震中心主任陳國昌表示 未來五天內可能會發生幾起規模四至五的余震 超過規模五以上可能性較低 這個地震跟三二三的規模六點七的那個地震 它是沒有相關的 那這個應該是屬於所謂的背景地震的一部分 就是說它固定時間 當然沒有到那麼固定 但是它大概每隔一些時間 它就會發生 這次地震雖然距離稍遠 但因規模不小 地震深度也不深 全臺都能感受到搖晃 包括宜蘭縣花蓮縣新北市 臺北市臺東縣的震度都達到三級 其中臺北市又以信義內湖南港大安區最有感 對此陳國昌表示 由於信義區側站有長指效應 而較大的地震在臺北盆地 常會測出比一般側站還高的震度 因此這個情況並非首例 記者綜合報導